平时我在网上买东西 然后看的东西这个东西挺好的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两三天到了之后 我收到这东西我老开心了 然后我跟他分享 然后他呢就是一盆冷水他就泼下来 那我确实就是觉得他买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好 就是有更好的选择 我也觉得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 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呀 我之前也是按照他这个办法做的 我告诉他我说这个挺好的 他基本就挑了一周时间 结果挑出来最后和我要买的那个原本价格 就差两块钱 而且但是我基本总买的那个店铺 我特别熟悉我特别了解 我自己用在脸上的东西 我就买我总买那家我就放心 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我都总是买过了 都已经买完了你还要这么说 而且不如这次 还有我平时在中午订外卖的时候 那就正常人都是人家想吃啥 人家就吃啥呗 然后我那天中午我订了个炸鸡 他上来就说说你往嘴里塞垃圾呢 我吃特别开心 他总是就是把他的负面情绪就向我表达 当时我瞬间看着我的那个炸鸡 我就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 这个就主要是因为平时我挺注意 就这些饮食习惯 因为我之前那个挺胖的减过肥 所以说我对就是外卖什么的 就是平时我不怎么吃鸡 然后我就是 因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经常跟他说 我说不要就是经常吃这些外卖什么的 就是对身体不是很健康 那你今天管我正午吃炸鸡 你明天管我就不能穿裙子 这种小事他总是打了就为我好的旗号 希望就是说为了我好 希望我按照他的事情那么做 我这不也关心你吗 少吃点油炸的食品 是这意思吧 对对就是 我很少吃 这就不是事 这都不是事 还有大事吗 还有拍照 我觉得我俩就是完全 拍照也是大事了 听大事 都是很大的事 我俩就完全相反 就正常都是男朋友给女朋友拍照 然后一般不都是女生不满意吗 就拍照 我还有我闺蜜他们出去玩 我们去的是游乐场 他到那一进门就让我给他拍照 我给他拍了能有三四十张了 没有一张他满意的 他跟我说他后面有垃圾袋 要不就是疯把他头发 把他造型吹乱了 我说你有错吗 你这样的照片有一张能看吗 他特别就这 一天的时间就根本没玩 就全程都在给他拍照 那天是我们好不容易 就是出去玩一趟 而且那天还有他一个闺蜜 还有他闺蜜的男朋友什么的 然后是我们四个人 一块出去玩的 我平时出去呢 也是经常让他给我拍照 他闺蜜然后也挺爱拍照 然后我们就是同路中人 对同路中人 就是志同道合 就是一块交流一下 然后也让他参与 一块参与 就是他让我参与 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他跟我说 这块好你拍出来 肯定出效果 我在那拍 站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给我拍吗 我说我说怎么样 他说OK 我然后我过去一看 我是照片 一张没有 他照完的全都给我删了 他说没有一张满意 没有一张能看的 别照我 我怕给你看了 不好看 你说不好看 我在拍生气啊 我在那站了半个小时 一张能看的没有 我不觉得好看不好看 就是你给我几张 就留念就行 咱们就赶紧拍完 就去下一个地方 他也不得 就是拍完必须当场 把那图片修完之后 才能走 去完那个游乐场 我们基本就是进了个门 啥也没玩之后 就全都走了 那我拍完 就跟我想的 根本都不一样 照相的照完了 那为啥就不一件事 做到底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玩呢 我们主要是出来玩 就不是主要拍照 那你要拍照 你为啥不去艺术照馆 你天天你就让人 摄影师给你拍呗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惯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 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 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感谢观看